由于对薪酬不满 27号德国汉沙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举行罢工 受此影响 当天汉沙航空在法朗克福和慕尼黑机场枢纽起降的 1000多架次航班被取消 超过13万名旅客不得不改变出行计划 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人手短缺导致现有员工超负荷工作 汉沙航空地勤人员6月向公司提出加薪9.5% 也就是每月至少加薪350欧元的需求 双方目前已进行了多轮谈判 但仍未就薪资问题达成一致